大家好,我是汉文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韩国赌场的事情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在韩国仁川的永宗岛上面的黑勒达斯赌场 黑勒达斯的意思就是天堂的意思 在我后面这个门就是 这个赌场是专门为这个外国人开的 韩国护照是进不去的 也就是说韩国本国人是不能让进的 必须得是外国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赌场 怎么赢钱,怎么输钱 而且怎么占赌场的便宜 怎么在赌场发的优惠券 或者说免费的各种优惠活动里头占便宜的一些 我的心得吧 看这赌场非常的豪华 是前年开放的 前年开的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就是 卡西诺就是赌场 给大家转一圈吧 这也是一个酒店的相当于大堂吧 这是个五星酒店 是拍了大司的这个度假中心 那边就是拉比 就是酒店 我身后的这个大南瓜 这个很漂亮的大南瓜 它是这个草菅泥生 日本的草菅泥生设计的 好像很多的这个 LV的各种图案啦 还有什么奥运会的各种图案啦 都是这个草菅泥生设计的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吊灯 也非常漂亮 看 这可能是有几千个水晶球吧 或者是玻璃球吧 组成的 每到整点或者半点的时候呢 这些球还会 它上面有编程嘛 它就会一个一个的下来 组成各种雨滴啊 或者说各种新型的形状 这个相当于是一种表演 这个大吊灯 我估计是 上百万人民币应该是值的 而且这种草菅泥生 是日本当代非常伟大的 一个艺术家啦 一个老太太 她是点那个圆圈的点出名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度假中心的 这个老板应该是一个 非常喜欢艺术 非常懂艺术的一个人 所以他设计的整个这个酒店啊 赌场和度假村都是 非常又低调又奢华的 我们去过塞班岛的赌场 但是特别张扬 特别奢华 但是一点都不文雅 不文艺不简约 但是这个赌场里面呢 很多东西它都是艺术品 而且是艺术的真品 不是说仿制品 这就是酒店 这个酒店逛下来 大概需要30分钟的时间 它四周有好多区域 外面也有很漂亮的花园什么的 非常大 而且就走几步就会有一个 类似艺术展的地方 艺术名画啦 或者是著名的雕塑什么的 在韩国都是有一定地位的 就比如说这里就是了 看 这些都是当代艺术家的一些真品 这个也是 这也是当代艺术家 下面都有名字 虽然我不太懂吧 然后这是拉比 这是大唐 这个酒店住一天 大概要四五十万韩币起 就是两三千块钱人民币 但是这里边不是有赌图吗 看这个雕塑码 一半是黄金的 一半是肉和筋骨都露出来 这个住的是非常贵 两三千人民币起 是个五星酒店 但是呢 这个黄金的马 那很漂亮 这边是黄金的 那边是 能露出来 它的肌肉 但是呢 但是呢 这里有很多赌图啊 它是有这个住宿券的 这个住宿券怎么能拿到呢 就是 你在里面赌的时间长了 混到金卡了 金卡过生日的时候 还有你刚升级成金卡的时候呢 酒店都会发你这个酒店的住宿券 也不要钱 这帮赌图 他需要钱 他不想在这住啊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金卡 送他这个券啊 很便宜的就卖了 有一次就卖十万块钱 也就六百块钱 我想那么便宜 我就跟我妻子体会一下 五星酒店的一个感觉吧 我就从一个赌徒的手里买了 这个黄金券 我们就住了一宿 这个里面的 酒店的装潢也非常好 而且有那种魔术玻璃嘛 魔术玻璃的意思就是说 它本来是洗浴间的那个玻璃 然后透明的 你按一个电钮 它就变成一堵墙的感觉了 马上变成不透明了 感觉还挺神奇的 像魔术玻璃一样 赌场 我是从他 从赌场开门的一天 我们就开始过来了 为什么过来呢 我本身不是赌徒 但是是冲着占便宜的心理过来的 因为 当时就是说赌场 送那个代金券 只要你每天来了 就给个三万左右 就是二百块钱左右吧 给你这个代金券 但是你必须得上桌去玩 这是赌场的吃饭的地方 这比较高级 每顿饭大概也就是 一个人至少要十几二十万吧 一千块钱吧 一个人大概一千块钱的消费吧 每个一千块钱 有意大利的 有日本的寿司 我跟我妻子请过那个 我们教会的牧师吃过一回 大概四个人花了三千块钱左右 三千块钱人民币左右吧 五十万左右 这有意大利的 有中国的中餐 然后还有 还有日本的日餐 都是非常贵的 我接着给大家讲 这个赌场发代金券呢 每周发一个七万的券 然后每天又发一个 两三万的券 这个券都是 你必须要上桌玩 但是玩完事呢 你赢了的话 他就给你钱了 我们是怎么做法呢 确实失败 当时是我跟我妻子 还有我母亲三个人 那是大概两年之前了 那段时间生意特别不好 我们也是刚从美国生孩子回来 店里没什么生意 那我们得赚钱呢 还不想去打工 然后 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也是跟别人取约的 就是开一个车 带五六个人去赌场 新人办卡 一个人是给七万的 七万韩币 七万韩币是四百多块钱人民币 一个人给四百的话 那比如说我带五个人 那不就是 两千块钱人民币了吗 我跑这一趟 给他们都带进去 让他们办卡 办完卡之后呢 他们一个人给了七万 给了七万之后呢 我就给他们人工费 大概给一两万 然后我一个人身上 我就能挣五万 五五就是二十五万 这是中间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通道 然后这个通道呢 中间有一点点艺术展 有一个这个挺漂亮的 一个灯的感觉 是这样的 这个灯也会变颜色 这是一个比较魔幻的通道 然后我跑一趟的话 我平均跑一次 大概需要来回货桥费 大概一万块钱 韩币六十块钱吧 然后我还需要游钱什么的 再就是我的时间 但是每一趟二十五万的收入 二十五万就是一千五百块钱了 这个收入对我来说还是不错的呀 我一天不一定要跑一趟啊 我也可以跑两趟三趟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活就有点吸引我 我就在群里面喊 发装品群里面喊 然后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然后这是赌场吃饭的地方 但是这是比较低端 比较大众化的便宜的吃饭的地方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菜 叫软壳蟹 那个螃蟹在退壳的时候 还没长出新壳的时候 整个螃蟹的身体 全都是软的 全能吃 是咖喱软壳蟹 是泰式的 二百块钱一份吧 特别好吃 真的特别好吃 我第一次吃软壳蟹 就是在这 也只吃过一次 然后呢 这个生意挺好 我就天天我就往赌场开车 去带着人赚这个 相当于跑腿钱吧 赚点小钱 养家户口吧 然后后来生意就好了 那也就不再往那跑了 但是我们家呢 又延续了这个传统 在总要区 这个是赌场休闲娱乐的 一个非常大的厅 给大家看一下 这周围都是名品店 很多牌子我都不认识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韩国的一个免税店 叫恩塔斯 也是仁川唯一的一个免税店 这大厅真的是非常大 非常浪费 小高非常高 这也是一个 非常懂艺术的一个老板做的 然后呢 后来我跟我们家人 几乎一两天就要去赌赌场 虽然不带人了 但是他又有一个规定了 什么规定呢 就是你一天就给你 三万块钱的贷金券 一天呢 每天都给 然后是凌晨早晨六点 去结算这三万块钱 就是你过早晨六点才算明天 不是过晚上十二点才算明天 然后呢 我又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开车带着我妈 还带着我妻子 我们三个大人 还有一个孩子 因为没人带孩子嘛 赌场是不让小孩进的 那时候我孩子好像才一岁左右 一岁多 大家看这个车 这个车看到了吧 这个车是非常高级的那种电动儿童车 大人可以 在这里面是租的 租的大概一万块钱 六十块钱开十五分钟 这个车高级到什么城都五百万韩币一个 买的话 这是小铜车里的劳斯莱斯 五百万韩币 三万块钱人民币一个呀 真的是超级贵 想我都不敢想 一个儿童车 中国可能卖几百块钱人民币 我带孩子也好像租过一回这个车 开过一圈 确实高级 但是不值三万块钱 这里东西都超级贵的 我带我妻子在那边 赌场二楼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酒店上面一个捡头的地方 烫过一次头 烫头花了三十万呢 三十万就两千块钱人民币呀 真厉害呀 真贵呀 这个酒店是叫Peladas艺术酒店 这个酒店呢 厉害在哪呢 它连这个 它都不让住 就是 就是说你有邀请啊 都不是说你预约了嘛 你没有邀请函 它就不让你住 那我们哪来的邀请函 估计只有这个赌场的贵宾 才有资格被邀请 才能在这个艺术酒店住 据说这个艺术酒店里边的这个 这个房间的装饰 比如说墙上的画了什么的 都是真品 都是艺术的真品 那住一久多钱 我就不说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你必须有邀请函 这邀请函太难了 然后 继续给大家说 我发现的这个商机就是 一人一天不是给三万吗 我凌晨六点之前去 然后我玩一会儿算一天 然后我六点之后呢 我还在那待着呢 我比如说玩到六点半七点 它不一直又算一天吗 我一个人 我去一次我就能得到六万 六万的贷金卷 然后我玩上还有我爸 还有我妈呢 还有我妻子呢 一共三个人呢 三六不是十八万人民币 十八万韩币吗 十八万韩币就是 一千零六十块钱吧 大概 一千零六十块钱的那个 人民币 那跑一趟也行啊 因为这里还免费吃饭呢 果实还比较好 因为赌场的伙食 跟这个赌场后面的 五星酒店的这个伙食 是同一个单位的 我认识里面一个调酒的小伙 是中国人 他说的就是赌场的员工 跟里面那个做饭的这个员工 不是一个公司的 赌场做饭的员工 他是归五星酒店做饭那边管的 也就是说 整个餐食是一起的 包括做那个几千块钱一份的那个 那个吃的 他们的餐点是一样的 所以 我们就在里面蹭饭 吃饭是免费的 一天你随便吃 现在是一天能吃三顿 以前是吃多少顿都无所谓 也没人还你的 很合适 真的很合适 就是赌场里面也没有钟表 它就让你好赌 但我们 就用一种方法不输 什么方法呢 就是对押呀 就是比如说 他不是有红黑吗 轮盘的话 你压中红 然后他就 中两倍 或者是压中黑 就中两倍 但你压不中不就输了吗 我们就是压一个红一个黑 就饱输 也不想赢 就磨叽凑那个积分 凑够积分了呢 他不就是给我钱了吗 给我贷金券了吗 那一天 我们跑到赌场 大概有一千多块钱人民币的收入 也行了 那我觉得也能抵我们的这个在韩国的生活费 那时候因为生意不好 所以这个 这个收入对我们来说也挺重要的 也挺满足的 就这样 我们大概去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白天干活 白天发货 白天接单子 做批发 然后晚上呢 就订个闹钟 三四点钟 凌晨的时候起来 然后我还得想办法把我妻子活动起来 然后再给我妈活动起来 因为我是最积极的 我有这个生存压力嘛 我有赚钱压力 我最积极 然后给我妻子跟我妈都活动起来 然后抱着熟睡的孩子 把孩子抱上车 就往赌场开 开大概半小时就开到了 开到之后呢 这时候就大概 半夜凌晨五点左右 就到赌场了 但是得留一个人在外面看着孩子 孩子不让进赌场 就在那个酒店里边 它是酒店的大厅 不是大厅了 就酒店这个整个娱乐城非常大 有很多坐的地方 很多沙发 有很多玩的地方 就带着孩子呢 就在那坐着 然后 一直等到我们其中一个人 就是积分凑够了 你不进去玩是不行 那不进去玩 他不给你 这个带金券 不给你这个钱 然后 一个人凑够了之后 就去换 换出去看孩子 然后另一个人再进来 再进来之后 三个人都凑够了分 六点之后再凑一次 那这十八万就拿到了 一天的